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时候会觉得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胸口会有这种堵或者紧张的感觉 其实我是觉得自己的情绪可能是 其实自己的内心可能不够放松不够放空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我修学都好久了修十几年你们也接触了佛 很多人会说定理不够这句话 可能是因为我定理不够 其实定理没有一个真正说有一个东西在定中 定理是你活在了不同的境界里 就是比如说我活在了忘我的境界 或者无我的境界那就叫定理 或者我刹那能够把所有相对我是 就是八分吹不动吧 我也叫定理 但是我在产点比如说大菩萨的游戏三昧 毕竟空在就是 就是万物就是内外境都会不影响我叫定理 就是内外境反正不影响我还不是定理 我也没有一个说状态说是 闭着眼坐着还是定理呈现出来 就是说有的人成熟力很巧也叫定理 其实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静坐 不管你修什么方法 持咒啊念佛啊修意念啊放空啊或者是 不管你怎么想 你始终在不同的境界里 承受着不同的东西是吧 你在各的你不可能没有境界的 因为你是一三维的这个身体 你就算你变成虚空虚空也是个境界 就像是就像阿罗汉最后灭境地 否定了宇宙的一切 活在一个优积的优积的法权 优积的境界 就是优积是万法未生之前 他认为是万法未生之前 那样的那不过也就是个状态 也就是个境界 所以四禅八点啊什么 不过就是不同的 始终在不同的境界里打转 始终是每一个东西 当每一个生命在不同的境界里 他的界地是什么 就决定了他能解脱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一个阿罗汉 出在灭境一切的境界里 如果他是个大菩萨 他就在那种境界里同样是佛 他同样知道自己会正如佛果 就是说你的界地透不透很重要 你在一个很散乱的境界里 你要懂你佛学的界地很通透的话 那个散乱的境界也不影响你啊 是吧 也没有说哪个境界就是定啊 你的定力够不够啊 是因为你就是理论不通透还是 界地越透 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定力 你说你呈现个什么定力的境界 这个你永远在各种状态里 各种状态 比如说这个阿罗汉 比如说四财八点有一个固定的 出财二财有一个境界 因为他那个是根据天人这样划分的 三界划分的 因为那些境界 因为每个生命就是你投胎到天界 他为什么这样划分的有一个过度啊 因为天界的众生你生下来 天生就有那个对 他按那个状态说你坐在这儿 你进入一个一个财月为乐 就像天人的一样的 你忘我无我的时候 你自然就 逐渐的身体的气脉转化 就成了那种出财二财 天人的三界六道的那种境界 还有一个 就像大菩萨的游戏三昧啊 就菩萨的三摩地 游戏三昧里边 没有任何状态是属于他才注定 尤其还有如来的空定啊 法身定本来定嘛 我们法身本来定嘛 你根本就没有出定入定之说 但是你走的是菩萨道嘛 所有的境界都可能会让你入定 没有定力不够 你的所有的问题 你觉得你烦或者所有问题 是你的出离心不够 出离心不够是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对你还小拥有 就是你小拥有没有问题 是你不知道它还是毕竟空 就是说这个杯子我小游游 我喜欢嘛 我喜欢 而且我也有能力游游 我这个杯子卖十块钱 我考虑得最好十块钱 我就买了它 无所谓说 休息着就不应该买个杯子 是吧 我杯子我也很喜欢每天擦它 这不代表我不知道它毕竟空 它打了打了 一打了没了 怎么这么无常呢 可能我还留俩点力做真的 一打了打了第二天就这样 生命如此的 我也在这种境界里也在入定 因为我了知我的法身是本定的 我哭着我插着这个杯子 我买了这个杯子 整个一系列过程 你看着我在哭啊笑啊 在插杯子啊 在买杯子啊 你看着 但是不代表我不定啊 我怎么练出来 你需要练吗 我在这里边齐咽着 知道无常 知道毕竟空 知道我法身本来定 当你不动 当你心不动 没有妄想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 那个定力才能够 你走大乘道的 你走菩萨道的 你必须进入这个状态 这是三摩地状态 没有痕迹的 但是从你先从坐地上 修是对的 但你始终知道 所有的境界里 只是你对空性发生的认知 如果一切毕竟空 你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自在地去做 或者不做 它怎么能影响你呢 它毕竟空怎么能影响你 永恒的东西呢 大家说这个可能就是 就是 就不再到尾说一些后别的话 你说坐地上 你还是去观察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是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修道 但是修道是一个很 就是说我们成道是一个 我们想把自己 正如一个非凡的状态 或者觉得佛 始终是比凡夫更 就算是圆痛也是一个 很好奇的 很好的一个状态 很光芒万丈的 头上光光的 我觉得从每日修行 都不可能说佛说 你越修越不好的 谁也不修了 我肯定会说 都想想 哎呀 法力无边的状态 或者圆痛的状态 或者放光 我不羡慕那个光 最起码要自在嘛 他身心自在的状态 是我们想 一个人都是喜欢的嘛 但是内心知道 但是在修正的过程中 你要知道每一个境界都必进空 每一个境界都必进空 你修正的境界是必进空 外境也是必进空 你难受的境界 让你诱惑你的境界 所有的必进空 一定这些界地 不大地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如果这个世界必进空 你总无所得嘛 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一定会安心 如果你深信不疑的话 你一定会安心 你总无所得 你怕什么呢 既然总无所得 当然你也总无所思嘛 是吧 你也没有得失 你怕什么呢 而且对修涅槃的修大臣 无上正等正觉 有发心的人来说 生涅就是涅槃啊 因为在三维角度 永远你找不到一个真空的状态 因为真空是没状态的 真空那天真也没有 哪有状态啊 你永远正入不了一个 找不到一个涅槃的境界 没有涅槃的境界 无上正等正觉是没有境界的 到最后 果位是没境界可言 所以最后 正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 万法都是无上正等正觉人的境界 哭 烦恼 都是菩提 都是 就是无上正等觉 果位没有任何境界可言 一切都是 万法都是 包括你的烦恼 包括无浊 包括一切都是 必尽空 只是了悟了这一点 缘起必尽空 万法无声 只是了悟 就是了悟了这些东西 然后但不代表你不能远通 你要突破所有的维度 你才能达成这个 万法里面自在 就是要考虑 如果修行始终 修行你如果对佛学的这个见地 你领悟得不透的话 那始终 你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是在一个 是在一个 凡夫在修道 但这个凡夫 并不是说父母生了你 我们有 有父母的精学 我们变成了凡夫 是你的认知 让自己变成了凡夫 知道吧 你始终处在人力的认知里面 突破人的这种 凡人的 凡夫的这种局限 而斯加牟尼佛 站在六道之外 他不是在说问题的 他的智慧是超越人道的 他不是在人道去 评判人力的道德理念 评判这些 他不像儒家说 人意理的 他不是个道德学家 他不是哲学家 他也不是在人世间 说善恶标准的 他不是这些 他说真相 宇宙的真相 让你回归本源的 源头 超越万法 超越一切相的说法 打破三界六道 超越一切相的说法 你是最要知道 安住在斯加牟尼佛 这个界地上 你怎么能动呢 没有东西可以动了你 定很快就会来临 如果你靠你 一点一点修的话 修了二级台风 三级来了 修了三级台风 四级来了 倒过一切 谋告一切 你在有限的生命里 有生之年 你要想修的 好有定力 很难的 有限定是 没那么散乱 我们需要走 为什么大家 我也说修定力 有一些定力 没那么散乱了 对这个世界 没那么执着了 很多的诱惑这个世界 吃了最起码 到今天为止 大牌道诱惑 说黑别 现在正在吃烧烤 你们不会冲冲欲动 我也想去吃 就没那么 就差不多有 就是有一些些 能够射心 能够把心收回来 听法 这已经可以了 真的很了不起 不然心老在这个世界飘 我要去干什么 我要去 让那小孩子 跑来跑去的 一会儿也坐不住 最起码能够安坐在这个 坐垫上 听释迦牟尼佛说啥 我觉得有这些基础 就很厉害了 这就初始的 这也算是定力了 射心 把心收回来 就是能力 收回来 听懂 听闻 但是慢慢要沉浸 沉浸 沉浸有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滚滚河水 说是收回来了 但是屁股收回来了 身体收回来了 心理收回来 脑子在外边 是吗 脑子全宇宙都乱转 再把 坐在坐垫上 再把脑子往回收一收 缺收收 身口一合一 缺收回来的时候 坐在这儿了 听法就第一了 你就能听懂 释迦牟尼佛说了 能达到这个 就是好学生 好学生坐在 就是身口一合一 听佛法 你就很快了 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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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修定 因为我跟你聊是因为你接触佛法很久了 如果你今天说我来释迦牟尼佛是谁也不知道 我就不说这些了 咱就慢慢聊出彩啊 开始慢慢聊静坐啊 观呼吸啊 因为你很久了嘛 你应该开始切入到这些的 然后还绝照到自己对这个师姐师父真的还有不说 好多留恋很多执着 是吧 当然说亲情有情爱情这些东西 我们走大车菩萨不是一个无其无义之人啊 我们已经在这幅情的情里边了是吧 但是我们是带着这种情在修嘛 就坐在这儿你就是个情种子嘛 就是亲情有情爱情就是缺 因为我挂着亲情挂着友情挂着爱情不代表我执着 我在这儿我是个情啊有情众生啊 我是个友情的菩萨坐在这儿 据个例子啊我在修打成道 我充满了就我爱身边的爱父母爱孩子爱家人是吧 我爱朋友爱身边的全世界每一个甚至万法都能跟你共鸣的 你都会触动你的心灵 他不代表我坐在这儿很执着很分别 有情怕啥呢 难道成佛的都无情无义吗 是吧 就这样修嘛 不要患得患失嘛 我的父母就是这些我说 为什么睡得完老爸身体出现一点问题嘛 因为读八十多时间随时可能会 但是我也勤啊我也流泪啊 但不代表我很执着很分别嘛 我对生死看得很 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修正对生死那种痛彻啊 就是你看到生死的时候 你也在处理啊 你在处理啊 要抢救啊 或者是去爱抚啊 或者是要怎么样度啊 或者是怎么样 你在那个过程中 你在那个过程中不断地在处理这些事 但是心 你也会甚至想 唉 下去 老爸 因为你的哭是来自于众生的留恋嘛 因为每一个离开的人 其实他们是不想走的 你会觉得哎呀 这种情真的是让你很触动 就每个众生那种对生命的留恋 本能的就是不想离开 就本能的觉得他要死了就跟你分开了 那种留恋 就觉得你能触动你的心 让你觉得泪流满面 让你觉得很 但那是我或者不是我 这个其实你在那去考虑你是空的 或者是不空的 你是个我还是不是我 这是你父亲还是众生 你考虑这些有啥 有啥意义 当下 是不是 你去处理这些事 但是你不 你能够察觉到自己在 似乎在执着你 似乎跟一个 你的起心动念 身心的世界 似乎还跟世俗的一样 还是 你对生死的看法 你对 很多亲情的看法 里面有没有很多执着分别的东西 寥寥分明 这都是修行 但是你在果 你要到达果位上的时候 你看又不一样 你这么想 对 你这么想 你为你 在大陆 你了解 你不得到 我 你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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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